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台灣這間惠記香港的茶餐廳 其實我經常來這裡是熟客來的 我沒時間前才知道這裡的老闆娘或老闆的娘是一位很傳奇的人物 也是台灣資深的藝人和和香港淵源都很深 今天就很高興我們可以在這裡聊天 老闆劉你好 好 我應該怎樣稱呼你呢 叫老闆的娘 老闆的娘 因為我們為什麼想做這個對話呢 有很多原因 我們說說港式食物固然是一樣 更重要的是我們看看這個封面 老闆娘是藝霞歌舞團的台廚之一 曾幾何時呢 這隊團是我還未出生的 就是和姚蘇和青山等同代的台灣藝人 都來過香港登台 不如請和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藝霞歌舞團的背景是怎樣的 背景是穿的年代是日本統治台灣 很多台灣人都很嚮往日本的歌舞 剛好那些時間有一個歌舞團的表演 我們老師是屬於舊舞蹈的 他一家人就有一些歌歌老師 一家人說我們要試試做一下 他就說都可以的 那他可以嗎 可以的就這樣 就開始去研究資料 還有在台灣很多大的戲院表演 因為人數夠多 通常一個團有三十二個女生 三十二個女生 還有工作人員加起來有五十個 所以夠細大團 但是初初那時候都是虧錢的 不會那麼容易賺錢 即是這個陣容嗎 這個也是女生 男生是幕後的 聽到狼狼聲這位是你嗎 是的 嘩 果然是十七歲 十七 明白 所以就好像當時是叫寶廠的 日本那個 以前 一開始就叫做雲霞 因為其中一個老師就退股 我們的老師就會改成藝術的藝術 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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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的藝術 是 歌舞 劇 劇裡面要加多個古裝 是 所以它有個歌舞 劇團 所以模型中就會造成我們 去到香港很虛暗 因為中國人都看得到 看得明白 我說好幸運就是 香港有一個老闆來聘請我們去 我們是坐最後的太古輪 坐船去香港 什麼年代 五十多 六十年代台灣去香港 對 最後那次的太古輪 坐多久 二十六個小時 二十六個小時 就是去台灣基隆去的 以前做什麼都是應徵 寫信 搭分專賞給他看 他看到你 他就進來 面試 面試看你的高度 看看是否合適 我是水 很鄉下的小孩 那我就很喜歡 我挺辛苦 因為一開始 你會巴雷毛 打一次打 那邊已經有六個月 每天都要操八九個小時 操到你腳腫 什麼都很開心地繼續 你又不會想走 這樣 我們以前台灣 是要回家 給家長同意 同意書 才有辦法留你 是這樣的 所以他選擇了你之後才訓練 是 所以之前你沒有受過相關的訓練 是他 沒有 所以面試是他看到你的照片 還有那個身高的要求 然後就通知你來面試 現在香港也有一些女團 日本也有 裡面的經濟分佈 我經常很好奇 譬如說所有的收入 是否每一位團員都平分 不關我們的事 那些年代 我們老闆說是 怎麼會關我們的事 一個月我們是比較側面的 一個月是幾千幾千 連支高一點 他就多一點 一進去就有基本工資 我又不記得 應該是一千三元 一千三元 應該是 一千三元 那時候 後來去到香港 那些人說 老闆 怎麼這麼便宜 以前的港幣是8.6元 那他的台幣算很少錢 二三百元 那些年代 那你老闆和經營商是他們的事 我們不會參與到裡面的錢 以前的小孩都不會刻意說 有多少工資 也不會 只要台主 就是小麥 陳淑芬 有兩三個是會 大筆錢的 台主就是 陳淑芬 小麥 小麥 陳芬芬 陳芬芬 這個 這幾個都是屬於 比較出名的 就是 我剛才有陪伴 五個人一組 還有我們大組 二十幾個一組 所以 表演有九十分鐘 沒有冷藏 就一直表演下去 沒有冷藏 有幾個比較出名的 那時候會 賣我們 以前小秋 我們會賣隊 誰姓鄭 拍照 開母音 即是她是演出的 那時候 她的觀眾 不是 會賣我們隊 幾個會一起去我們的後台 你姓鄭 和姓鄭 當姦妹妹 是這樣 那些團隊是這樣的 就這樣就認了 認了 還有很多很有錢的人 就過來看台主 像這個小麥 她買了很多禮物送給我們 她是最大包 買客 買鑽吃雞子 她還買一層樓 在年生社區吉他 誰買一層樓 這間嗎 即是黃台 在那些時間 還有那時候有個 世界冰影館 水道好 那間有一個 湯廟 兩毛箱 應該你都不認識 太久了 主角也送大顆 鑽石 我就小顆 即沒有人都送鑽石 嗯 給女生 很緊張 那她是送一層樓 對 現在都在那裡 在香港 在台灣 那是港幣大 來台灣買樓便便宜 那她便宜 那她便宜 送她一層樓 那些年代 你坐在一起 一堆人 她也有這些 這些東西享受到 即有時 出外送了你 全金的金 這些東西 全金的金 好像你做舞台劇 你做林主角 你做舞台劇 你好像做主角 她便打扮了男裝 那她送了一個皇冠 整個都是金 就是這些女版男裝 對 對 講這個藝衛客 那些時間 看我們節目 應該很多 很多香港人看 因為很多次都買不到票 是 你去到香港登台 去過例子舞台等等 亦都在電視上登過台 即去過分落今宵 無線 無線 黎迪都去過 黎迪 對 無線 我看到有個節目 都是無線 對 無線 我記得當時 我們有在那裏表演 富仙的人 我們在那裏表演 富仙的人 我們在那裏表演這個 哦 這個是無線的節目 對 這一邊是女裝 轉過來是男裝 所以當時在無線 他們安排是怎樣 是甚麼節目 這是綜藝節目 有歡樂 今宵 我那時候有甚麼主持 還記得嗎 那些 神殿下 那時候在台灣 去到香港 是否有一大批藝人 都很紅 那些年代 那些年代 資訊不發達 你說青春 姚蘇蓉 他們這班都出來 找 找很多錢 不是只有我們這班人 即是那些年代 是這樣的 出來東南亞 那些人 有些歌聲 有些歌仔戲 全部原則上 他們都是受很多人歡迎 因為你沒有 好像現在看歌仔戲 看甚麼都很方便 以前沒有 所以在某台 他們就很崇敗 讓你表演後 然後給你 是這樣的 那年來台灣 在香港最紅的歌聲 就是姚蘇蓉他們 青春 姚蘇蓉 謝雷 在窮南仙 那時候窮南仙 有麗的主持節目 他都會去我西門町的店 吹水 因為我們都差不多這年代 還有他在 新光器演奏 在北角 不過還有他在做大戲 這就是姚蘇蓉的名曲 是的 今天不回家 因為我有說 然後就馬上要回家 即是那時候是不可以唱 不可以唱 很多歌都是禁止的 誰不可以唱 政府 台灣這邊政府 是的 但是這首歌 那時候是很紅的 知道 怎麼按到呢 不回家 就變成要回家 老師馬上轉得很快 如果你的節目這樣 你再重新編來 是很麻煩的 所以不變成 要回家是不適合的 沒有辦法的 逼著也是這樣做的 好 這個《淚的小番》 就是另一首歌 是在那個時代 我們在旁邊那些 埋陣 叫做 我們是陪舞 唱歌都是主要一個 其中一個男生唱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在香港 整個社會 譬如說 表演事業的氣氛是怎樣 就是大家都是 總之有明星來 然後就是送鑽石 送樓 那些是比較有錢的 我說是在辦事館那些 坦伊蘭吧 應該你都不認識的 我記得那些 以前有《明報》 什麼《星明報》 然後在我們身邊 那些《明報》的記者 我們現在都找得到 我回香港 我有找 打電話找他 他出來很開心 說不完 所以你廣東話這麼好 是因為之後你住在香港 其實我覺得是半天生的 台灣人如果說廣東話 會是台湾音 我是比較厲害的 就是我比較不會二十多歲 就學廣東話 會有台湾音 你一聽就聽到他講得不正 是這樣 那我說半天生 我都可以說得非常標準的福建話 因為我住在北角 我副家是福建人 所以我就可以做這件事 他們在香港 開始就要學廣東話 學福建話 我本身是台灣人 我講過語 講講講 那些時間我就 算是這樣 就是慢慢適應下來 然後就慢慢去 慢慢去市場 適應我 所以你先生是香港人 是啊 是啊 而這本相簿 就是他作為你的粉絲幫你整理的 很多都是他整理的 所以他當你是偶像 最初 最初是 最初是 人家說他是白癡的 哪有可能 這些是跳舞的 怎樣可能 那些時代他是這樣說的 但是他沒有這樣 不知道我們是真的很單純 是非常單純 又很乖女 這些年代 台灣的人 經濟都不好 我們是耕廷的小孩 賺多少錢都沒有回家 我們這些年代大多數都是這樣 我先生他喜歡 然後就這麼多年 我買了錢 買了飛機 看一輪又回來 看一輪又回來 看到沒有錢又回來 是的 你去哪裏登台他都會跟著他 是 要夠錢 我們回來台灣的時間 我們會全省到處都去 是 那他就跟著你 是 人家都知道他來看我 不是跟著我 他又不 我們又不 即是就算見面 都會看著你去說 不行 不行 不會好像現在兩三天 拉著手 沒有的 應該有五六年左右 那五六年他都在搖他看著你 那五六年他都在搖他看著你 回來上班 還元 存夠錢 就可以繼續找我 那樣 但是不可以聯絡 Perацию 有的 撕下來的照片就不可以了 他就把這些照片撕在一起 這些照片是你給他的嗎 我給他的 後來結婚後他慢慢有空就很容身撿 這些照片也在新加坡 這些都是很高的地方 這個在台灣的泥東 就是台南以前也有很大的戲院 這個就是古裝 古裝做《玉堂春》 那些好像《百四專》 《玉堂春》那些中國人 我們都有做 這些是香港這些粉絲追過來的 追來台灣我們還表演更多 都相當瘋狂 那天才在網上找我 他很久不見了 他現在還在找你 找到 還有一個在新加坡 走過來找兩次 他叫我我都不記得是誰的爸爸 我當他爸爸 他還叫我的阿胖 我會給他想 我會想 哎呀作死了 他已經移民了去新加坡 回來 在網上 那些 是跟了幾十年 不是的 很熟悉的 不是跟 我又不是什麼 我都做事 家人 以前你覺得 心 以前是比較熟悉的 都會找你 你說好不好 人通常 我又會找人來 我比較喜歡 主動會找那些人 所以整個演出 你在前後參加了多少年 即這個劇 六年幾 差不多七年 六年幾 即他最旺的時間 我在這裡 最旺 走到哪裡都受歡迎的時間 時代一直變 好像大的戲院 他就轉到多少場戲院 這樣就不能做了 即我們一定要大型的戲院 像剛才我說 給你台南那些 那些一場很大的 現在大家都轉小型 已經拆了 那時候你為什麼會離開呢 我覺得我不力 而且我沒有本事跟別人唱歌 走前天 我就覺得我應該出來做我自己的事 所以我就離開了 離開了一年半左右 我現在就很努力追 嫁給他 所以之後你就回台灣還是住在香港 應該 他很開心 我們去公正結婚 公正結婚 那時候他回香港 他就馬上申請 我又沒有遇到他這麼快 我打算一年半再 三個月批了 批了他就快點 我又不敢說 我可以去了 我又不想這麼快去 那時候我出來 我是跟台灣的女友巴 講日文的 那時候日本人很多 都來台灣軍官 很賺錢 很好賺錢 那我賺錢 都不想走 那他一直追 所以後來 延期一次上去 那就 地段了 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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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段人生 你在香港前後住了多久 22年 22年 我的兒子 一正去澳洲 三四年 九七 九七到 那時候 大陸有些皇冠 經濟緊縮 老公早入 皇冠調好 入大陸做生意 總之他抗戰得太厲害 股東太多 總之 香港股東和大陸股東 應該怕被人抓 所以各有各走 我老公他們在香港 沒有那麼害怕 但是 不想回到大陸 操一操作 很麻煩的 那些時間會的 是 所以就一起回到台灣這邊 他就問我回來好不好 是 我都有點怕 回到台灣 他說 回到台灣也有段時間 他就叫我 我們不如做回 我們比較熟的那些餐廳 因為他都很難找到 香港餐廳那些煮的飯 他終於吃了 問我找一間餐廳做好不好 我就找 找 其實 剛才那個皇冠 他不知道 他去美國 我玩餐廳我們很開心 找很多間 頂手費都很貴 初初找幾間 在政治大學那邊 三百多元頂手費 我覺得很貴 然後來到西門町 西門町是不忙的 我們老公很開心 他們說 這麼貴的地方 頂到一百三十萬 一百三十萬 一百三十萬 那些時間 就是25年前 當時 他就說 這麼大間 很便宜 他覺得 做了一段時間 那些客人告訴我 現在你頂多少錢 我說一百三 他說他才一間廁所 其實學費都夠了 只是 你又不熟 你又很開心 廚房甚麼都有 重新收拾過 那一邊改 改成正式的台 我有一個 這個弟仔 還有一個弟仔 都是澳洲讀書 到回來 他說媽媽 很多紅包場的歌聲 來實發 他說媽媽 你這些 很會死 他說我 我會死 他說你看看 全部都是老爺 他說要像麥東路 那些年代 有一個活動 即是1997年 1999年 9月9日 那時 剛剛 馬英九在做市長 他做一個活動 那時 都沒有接玩家 把那些年輕 拉拾過來 那些時間 他做了 慢慢 就有些年輕 還有那些老爺 慢慢走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你擴充營業 就有三間分店 有些年輕 你猜他會只有三間嗎 不會只有三間 但是他會一直半推 叫媽媽 你不要動手 叫我退休 我本來沒想到這麼早 他說叫我退休 都可以的 而且 算是這樣 所以我們 如果要總結 剛才我們說的 一些很精彩的故事 你覺得在未來 還有沒有可能 出到台灣的這些女團 沒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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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想 現在的小朋友 不像我們以前 乖乖地 說什麼都聽 現在各有各的主張 就算是後期 那些學生都不行 做做不做就不做 或者不夠人 會是這樣 你說現在要做這樣的團 所以你一個很大的財團 你都要固定大的舞台 一定有舞台 現在的舞台有些 像激光有些 跟我們以前用的打釘 完全不同 你要做不太容易 所以如果我們要看你的演出 網上都有 不太全面 我看到它一拍一拍 早期拍照的拍得不太好 好像這些比較熟 後來Coupak 看得多 他有做這個 一拍一拍 不會是太全面 我們上網再重溫一下 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 多謝老闆娘 我們要再把你的美照 逐張近距離 測試上去 我們就可以等大家一起上下 謝謝你 謝謝 謝謝